如果你手里边仅仅只有七八千块钱 连一万块钱都逃不出来 就一个目的 想创业 想干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意 而且还得是 每天见到现金 利润又高 是一个暴力赚钱的行业 我觉得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你要耐心的看完 或许多多少少真的能够帮助到你 但是想做这样的一个生意呢 有一个前提条件 不能喊脏 不能喊累 不能喊辛苦 大家好 这里是三诺雷哥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这一个低成本高利润的赚钱行业 大多都是比较适合咱们农民朋友去干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业呢 想赚钱的朋友们 想真的了解的朋友们 跟随我的镜头 咱们看一个视频 这一个视频呢 是在我们县城的一个夜市上 拍摄到的一幕 是我亲眼所建的一个赚钱的行业 通过这个视频呢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明白了 这个行业不就是套川吗 老吊牙的一个生意了 根本就不赚钱 我觉得凡是说这句话的朋友 你大错特错了 有可能你是门外汉 有可能你是没有做过 我只是听说过 我拍摄到的这一个夫妻两口子呢 可以说他们干这个行业 差不多今年已经是第十二年了 第十二年了 干这个行业 干了有三四年的时候 已经买车又买房了 而且这两位夫妻呢 他们都是农村出身 家里条件也特别的贫穷 他们当时创业的时候呢 手里边仅仅只有一两千块钱 一两千 那个时候他们是在浙江 浙江温岭台州那一块 相信大家对台州了解的情况下 可以说都非常清楚 那属于工业发达的一个城市 打工的人都特别的多 他们摆摊呢 就是在一些夜市上摆摊 工业发达的城市 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人流量都特别的大 咱们不说这个了 就说他这个 在我们这块摆摊的 到底赚钱不赚钱吧 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人特别多 而且套川的人也特别多 套川套川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就是有一种套路的川子 如果没有套路的话 怎么可能叫套川呢 是不是朋友们 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套川这块呢 大东西全部都是在后面 而且不值钱的东西都是在前面 是不是朋友们 在前面的东西呢 可以说便宜的话 仅仅只有几毛钱 高达一两块钱 像是后面的大货的东西 大家通过视频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大货的东西可以说 都是比较远的 而且都是难套的 在我在他这里 待了差不多有两个多小时 而且套上大东西的并不多 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有一个小女孩套到了 一条鱼装在这个笼子里边 其实他的成本仅仅只有一块多钱 一块多钱 而且他套川的费用呢 将近花了五十块钱 五十块钱 换了个一块多钱 利益是有多少 相信大家 比我还会算这个数学题 是不是朋友们 在我在他这里 待了有一两个小时呢 差不多有 三十多个人来进套川 三十多个人来套川 一个人最低消费是二十块钱 就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 基本上反正是能 总的收入 总的收入会达到七八百元 在我问这两个夫妻的时候 我说像你们一整天摆的情况下 一天收入大概是有多少 他说也不一定 如果人力量大的情况下 一天总的收入四五千 是不成问题的 还有一个条 还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你摆他的这个地方 你看你摆的什么东西 你这个套的川 套的是什么东西 如果孩子多的话 那你就摆放一下孩子的一些用品 孩子的一些玩具 如果大人多的话 那你就摆放一下大人所用的东西 这个大家都非常明白 应该比我会算 是不是 朋友们 虽然说这和老豆牙的一个生意了 是他认为他赚钱并不认得你也赚钱 你不赚钱不代表人家不赚钱 毕竟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是不是朋友们 你不能以自己的能力来衡量别人的能力 这句话我相信大家不会和我抬杠的 在我给他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他也说到了 他说在以前在浙江泰州的时候 在焦江区夜市广场上摆他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力量比较大 打工的人也是比较多 游玩的人比较多 尤其是在国庆节呀 五一呀 包括十一国庆节呀 双十一双十二呀 这时候他们也是在摆摆 尤其是在年货上面等等一类的 最高的时候 反正是一天 差不多能够卖个五六千 五六千块钱 净收入基本上会达到三千多块钱 三千多块钱净收入 一天要朋友们 不错吧 如果在我们三四线的一个县城 摆他的情况下 一天最高的收入会达到一千二三 一千二三百元 付起两口子 也算是差不多吧 比我们打工要钱很多倍了 如果平均算了 每天花到一千多的情况下 一个月怎么着 也有三万多块钱的一个收入 但是不太可能 毕竟是三四线城市 所以说想赚大钱的话 必须还是在一线城市 业势比较多 而且人力量比较大的 这个套穿 生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有一点 你套的这个东西必须吸引人 不吸引人的话 人家不会套的 但是还有一点 你不能碰到专业人士 如果碰到专业人士 那你就赔大了 是不是朋友们 两个人一晚上就会 最高收入三千块钱 最低的话 一千二百多 一千三百五十元都会有的 最低的收入当年 也有两三百四五百都会有的 这个不好说 是在认为 看人流量了 以上视频呢 就是简单的给大家所分享的 摆摊套穿的这个生意 作为评论城的朋友 你对这样的一个生意 是否感兴趣呢 或者是 像这样的一个行业 在你们那边有没有 他们是否赚钱呢 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 大家在评论区 和大伙分享分享吧 好了 今天视频就和大家 落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 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